白货公司周年庆拼业机拼出火气来 这是桃园中立传出由白货公司珠宝首饰柜的两名贵姐 因为彼此之间敞业机敞到反目成仇 其中一个人的弟弟就为了帮姐姐出气 跑去泼对方油漆 这一情形我们要立刻连线给记者林维帆 维帆早 好 主播各位观众 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名戴着安全帽还有口罩 那穿着厚重帽梯的男子呢 他从兼施镜头前面鬼鬼祟祟的跑过去 那可以看出来他是神色有些慌张 行迹是相当的可疑 因为呢他就是涉嫌往贵姐身上泼洒油漆的男子 那我们来听听稍早中立副分局长李继平的访问 这个初步了解啊 这是因为这个百货专柜业绩的竞争 因此啊这个招人这个教授啊这个婆妻 那我们本分局啊也将嫌犯啊以恐吓毁损啊 以及伤害罪行啊这个一送法办 我们可以从镜头上看到呢当事人呢不论是车子啊 或者是脸啊手啊外套等等 局势上下几乎呢都是被泼洒了红漆哦 那根据警方的调查呢这两位贵姐呢 他们其实同一间百货公司的员工哦 那双方呢因为周年庆的竞争压力 业绩的压力呢曾经发生互抢客人的状况 那也因此反目成仇 那才会发生这样子的泼妻的一起案件哦 以上是目前最近消息直播 好谢谢威凡 我们看到就是有两位专柜小姐 因为周年庆抢业绩两个人结下院 因此呢这弟弟还泼妻帮姐姐泄愤 好